今屆政府做事以结果为目标 有KPI要追的话进度自然会大约进 可惜的是医疗政策医院设施不是on the list 有KPI的政策 即是简约公屋会大约进 数街会大约进 抢人才都会大约进 不过有位人才浪漫一脚 在这个星期被特区政府DQ 在KPI上少了一个人 但他的出现就为大家解救了 这届政府抢人才的做法 抢企业 抢人才 抢企业 抢人才 特区政府会是抢人才的 这届政府上任以来 抢企业 抢人才成为其中一个施政口号 除了现有的多种人才输入计划之外 当局还推出简称高财通价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 说这样帮助他们吸纳高人工 和具学力工作经验的人才 高财通的定义是非常清晰的 你其实说得充足一点的话 其实那些专才 我发镜看一看自己已经知道自己是否中了 Thank you 其中一个中了的是他 在中国开了多间生物科技公司的何健辉 被《科学界多本权威》雜誌 形容为《基因编辑流文》 他亦入选2019年的《时代》雜誌百大人物 雜誌说他的老莽实验 不止破坏了科学、医学和道德规范 而且在医学上都没有必要 何健夫2018年来香港出席第二届基因编辑国际峰会 宣布他修改了一对妈女BB的基因 声称这样可以令他们避过遗传爱之病 当时国际哗言 国内亦有超过200位科学家出声名谴责 他在2019年被深圳法院裁定非法行医 判刑三年罚款300万人民币 亦都被列入黑名单 终身禁止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工作 《明报》在星期二报导 去年4月出狱的何健辉 确认他的高财通计划申请获批 何健辉第二天在北京开记招交代 但没有回答记者问题 我是在2月初通过网上提交的高财通申请 依族后不批 我一直认为香港是一个自由、繁荣、包容、开放的城市 我看好香港的未来 我现在正在和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和公司联系 如果有确定的合适的机会 我会考虑付香港工作 为何有刑事记录?高财通都会批? 负责统筹的劳福局当日这样说 在申请高财通的过程中 是没有需要他申报他有没有犯罪的记录 在高财通审批过程中 最后把关的会是入境处处长 当晚近8点 劳福局就在Facebook 出post 说入境处复速回应 第二日开始 新的申请人需要申报有没有刑事定罪记录 交了申请而未批准都需要补交 但就没有交代已经批准的个案会不会复检 到当晚深夜11点55分 政府新闻处出稿说 入境处怀疑有人虚假陳述 入境处处长已依法宣告 何建辉的签证或进入许可无效 并会刑事调查跟进 高财通计划有三类申请 包括前一年的年收入有至少250万港元 或者学士学位是出自全球百大 紧接申请前五年内 累计最少三年工作经验 如果不够经验的 就以先到先得的年度配额分配 明报引述消息报导 何建辉是B类申请人 但他申请前五年内 有三年都是坐牢 不可能符合到三年工作经验的申请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并有十足的信心可以就KPI达标 即是在未来三年 每年是吸引至少三万五千名 预计逗留至少十二个月的人才 高财通计划推出时 政府说明要追KPI 头两星期已经收到五千三百个申请 已经处理了百分之七十五 即四千个申请我们已经处理了 超过百分之九十都是批的 因为清晰的 孙玉涵今个月初回复立法会时就提到 一般可以在四个星期内完成審批申請 部分简单的个案可以即日获批 在中国不同的社交媒体 都有人讨论高财通计划批得多快 有人甚至是申请有限额的思虑 都是一日之内批倒 有浙江杭州的网民 今个月初用四日就批倒高财通 说明希望用这段时间去香港生孩子 早前去到香港的公立医院预约 虽然入境处说任何旅客入境的目的 若果与所宣称的不相符 可以被他入境 但行会召集人就这样说 第一如果他透过高财通计划来到香港 他应该是高财来的 第二如果他来到可以说生育小孩 我们欢迎 因为我们的生育率很低 各位都知道0.77 每一个妇女都生不到一个弟弟 其实特区政府应该有 人口政策鼓励生育 入境处最新透露 截至今个月14日 即是不够两个月 已经批了7819人的高财通申请 《星都日报》上个星期四引述消息指 申请高财通的九成半都是中国籍 就算我interview 我请一个人 我们都会看了你的application 然后跟着我们还要跟你谈interview 究竟你交来的东西和你这个人是否同一件事 然后我们请一个 我说热头出身 我们请一些senior的executive 或者不senior的executive 都会去做reference check 都要去check一 check 你提交的资料坚定留的 是不是? 或者会不会有些东西 不是说你骗人 我们不要想到那么坏 但是有些资料是否要保齐 我们都有new diligence要做的 因为我们请人 我不是你的身份证 是真还是解 我们都要check的 是不是? 所以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人民入境事务处理 我出事的 所以整件事的过程 是需要一个时间 不是担搁 不是去叫做什么 嫁床跌屋 要是认真去做 所以你说我都呆了 你知道我真的得口笑 我四至六个钟 就可以批出一个 哇 比我打电话去床部公司借钱 哇 厉害 所以在一个这么乱来的开始 它必定是一个很更乱龙的结果 我一点都不意外 第一件事我已经觉得真的得口笑 就是那个所谓百大名校排名 是一个pre requisite 那其实今天这些排名 其实有什么意义呢? 就算每一间大学 就算大学排名好 跟学科是绝对有关的 人家是science 的MIT 你问你又要去哪里? 所以其实根本那个排名 已经是一个极度不公 和低能的东西来的 就是这个系统 證明是什么? 證明它们是低能 低能但是它又想快 要是拿一些好像说出来 就是它骗到自己 就骗不到人的 就是好像很有公信力 但是其实呢 就是因为它有这些standard 因为它们只是懂得用 这些formular 就是说 就踢 踢 踢 我们叫做checklist 就是最低能的那种做法 就是用checklist 百大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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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是不是要考车牌呢? 那你考有多少个踢 踢了? pass 那它走出街 是不是等于懂得开车呢? 那当然不是 是不是? 我们做什么都一定要有个objective 而你设计那些 我们这些叫做条文 或者我们的要求 对申请者要些什么 或者我们要做一个 如何的审核程序 是代表你根本要的那些人 究竟有多严谨 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它们整天都好像用kpi 这三个字来做事 就是什么呢? 很开心啊 你知不知道? 哇 我们收到多少万个申请啊 但是它从来都不提 那个申请的质素 申请人的提回来的那些资料呢 其实你有没有对齐的啦 还有有多少人是真的符合资格的啦 又结果到头来 譬如我有一万份申请 有多少个人来到啦 它又不讲这些的喔 所以很明显整件事就是一个什么呢? 希望工程来的 然后就可以拿来 拿来交功课啊 你明白吗? 好像我的儿子的 妈妈我做了十样功课 但是都是错的了 我的儿子 是不是? 所以完全是一个 就是我觉得 就是得淡笑的 我没试过呢 看新闻看到笑的 就是整件事很周星馳的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 很流于表面化和说的 就是口号化 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 那些政策拿出来的 就是一些很口号式的说 然后就是一些很表面化 或者公式化的做 然后拿了一些数字出来 就是这个叫做自我感觉良好 这个是很多时候 我想过去那几年 我看到的政府 所谓推出来的政策 尤其是说 吸引专裁专裁 专裁这些 所有的事情它一脈相承 其实在某程度上 香港政府 是没有令我有过希望的 所以也都没有失望过 其实已经有很多人 都有这样的人心不稳 那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差呢? 是不是真的 我们的年轻人这么不行呢?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 政府有这些资源 或者这些软件的 是不是应该做多些 给多些机会 去服役我们的 这里的年轻一代呢?